你们俩这个炒啊 炒三天三夜就这么多话 还是这个 因为就是各自的立场不一样嘛 对吧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 今天来就为这个吗 你们俩交往当中 一切都好是吧 除了工作问题 那现在事更多了 比如说他拖延症吧 就不管做什么事都可磨叽呢 就一弄就等他半天 就像有一回他上班 上班我早老了 就到他家屋下等他 然后送他去上 不是 就是出活动 送他去出活动 结果可能是 十点左右的活动吧 他飞卡着点 然后路上又堵了车了 然后结果迟到了 他就赖我 然后好多种这件事 是迟到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早去 因为我能觉得 时间能到哪儿就可以了 而且我那次也没有怪你 就那一次迟到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卡着点 因为一天工作下来也挺累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前过去 但是他就觉得 提前过去等着那种 你那不是说只有一次 你是好多次 但是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也不只是上班 你不管干什么 比如说出门你都磨叽 一到我在楼下等 等半天 等两小时 等三小时你才下楼 还有比如说你拿快递 对吧 你买了那么多东西 你就倒一个 你就拿一个不得了吗 你非得拖了很多 快递都到了 我去给你拿去 然后还得交人家支纳金 我还第一次听出了这种东西 那个支纳金都是我自己叫的 你总说我迟到 那有的时候约会你也迟到呀 就有一次我俩已经好久没见了 然后我就订好了饭店嘛 特别难订 然后我就等着他 就是已经约好时间了 然后结果他说 他跟朋友打麻将 来不了 那打麻将 那是之前也就说好了 然后咱俩的约会呢 是打麻将结束以后 可是你也答应我了呀 那朋友比我重要吗 不是朋友比你重要 是正常的打麻将 你提前来找我了 那我只能打完了再跟你约会 这没有错啊 好像看起来是因为职业产生的 其实背后肯定有很多 其他的这个因素 男生除了爱打麻将 还喜欢干嘛呀 还喜欢喝酒 就平时就快让他 有的时候吃个零食 他就想喝点 主要他酒量还不行 就有一次跟他朋友去喝酒 然后喝多了 跟隔壁桌就吵起来 他就要动手 那不是个人的动手 然后我劝他也劝不住 因为他就喝酒之后 就已经控制不了理智了 就谁说话都听不了 当时我就说 你要再这样闹就分手 他说行啊 那就分了 然后他朋友就在旁边说 他开玩笑就开玩笑 你别拿那话当真 就朋友都在劝 但是他还是那样 那是我喝酒 我只是跟朋友们喝 也不跟异性喝 也不跟不认识 你还想跟异性喝呀 然后你说跟人家 顶多也就算是个 吵了个架 而且那也是对方的错 也不是我的错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动手就不对了 主要是你喝多了 你控制不住自己 你没有理智 那我现在也不怎么喝 我就偶尔自个家喝个一瓶 那就当饮料喝了呗 下饭呗 那是因为你要跟你朋友去 我不让你去 所以你才不去的 要不然你肯定会自己去的